每年的10月27号 物色事件纪念公园都会举办 相关祭典仪式追思活动 今年是第88年追思会上 除了纪念木纳鲁道 带领六社族人的抗日事件 更要后代不要忘记 祖先们捍卫土地的历史 那要告诉我们后代说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纪念会 我们为什么跟日本人发生冲突 就是在表达我们是这边的主人 木纳鲁道的背后 拥有很多无名英雄 无名勇士的鲜血 更值得我们尊重的 更值得我们怀念的 就是这些背后的英雄 我觉得他们真正伟大的是那些 就是妇女跟小孩 然后还有一些默默在背后面 付出然后支持这些 参与这些战役的人 现场除了有来自 物色事件清流部落的后代 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之外 也看见一群东海大学学生 前来参与 学生说透过这场追思会 颠覆了他们过去 在课本上所学到的物色事件 我觉得就是课本上面 就是他也 他就是比较不会说详细去介绍 就是关于木纳鲁道的 去抗日的这个这些精神 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些 客观的角度去带过 就是不会说就是 很强烈的去表达说 像原住民的声音 还有就是你们想表达的一些 就是不想要屈服的一种精神 每年的追思会 除了让大家缅怀赛的客族祖先 所经历的物色事件 也期许后代 不要忘记这段记忆 更让社会大众真正了解这段历史 原始新闻 一万大道男头人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